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驾 我是孟琪 礼拜天阿中部长确诊之后 指挥中心的染疫再扩大 今天早上庄仁祥 王碧胜还有薛瑞元都快筛扬 其中庄仁祥还有发冷的症状 统计到目前为止 指挥中心累计四个官员确诊 好那另外一方面政坛的焦点 柯文哲称赞黄珊珊说 她有的优点黄珊珊都有 她的缺点黄珊珊都没有 那至于蒋万安呢 柯P说印象中 就是像生了缘刀而已 长得帅而已 这让蒋万安听了很不服气 强调自己也是很有能力的 讲到柯文哲市长传出 他也有意要约罗志强来聊聊 但是民众党在桃园 不是都已经派了赖湘领了吗 为什么还要约罗志强见面呢 到底打什么样的散盘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是 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请大家平安 再来欢迎到是民进党台北新议员 简书培 蒙奇好 大家好 左手边还有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黄子哲 蒙奇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先来看到的是 现在疫情记者会正在进行当中 一起来看最新的现场 好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那我们今天记者会由我们陈副指挥官来 亲自主持 那出席今天记者会的有我们社家署的 简慧均 简书长 还有我们医疗应变族的罗宜均副主长 以及我 首先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我们在昨天新增的病例 我们昨天新增的本土病例有66,119位 那当然是比起我们昨天宣布前天假日的数目 还比较多一些 那当然是因为前天假日的 关系 所以说病例数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今天66,000多位 那比起在之前一周礼拜一的时候 总共有82,973位 那时候当然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整体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 昨天有新增了75位 那死亡的病例有123位 看这几天数目是看起来是都差不多 那首先那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昨天疫苗的接种的数目 那在昨天一天5月6月13号 我们就接种了57,3133位民众 那我们现在的第一剂的涵盖率 已经到达90.97% 那第二剂的已经达到82.36% 那基础加强剂的 那已经到达百分之0.92% 那追加剂的部分已经到达百分之68.26% 那这部分 这是大概我目前的一个接种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请我们罗部署长 大家好 今天新增的中重症个案是285位 那集中172位是中症 113位是重症 目前的这个轻症无症状的比例仍然是 99.63% 死亡的123位当中 119位有慢性病史 79位没有打满3剂的疫苗 其中没有接种任何一剂疫苗的占48位 那年龄超过80岁的长者有64人 那我们今天死亡的123位个案当中 年纪最轻的是这个40多岁的总共有6位 那今天是没有新增儿童或青少年的死亡 或重症的个案 也没有这个二三十岁的死亡 或重症的个案 那40多岁的个案今天有6位 那其中有两位是没有慢性病史的 那这两位分别有都是男性 分别有接种过 1剂跟3剂的这个疫苗 那这两位都有比较特别的一个病毒 他们第一位是这个40多岁男性 有接种3剂疫苗的这一位 他在5月23号的时候 应证裁检 那PCR隔天出来确诊阳性 那 已经完成这个居家照护 在这个5月30号的时候解割 不过在隔天的时候就 因为这个被发现 就是说突然昏迷的关系而紧急送医 那就不治 那急救无效 那经过这个司法相验的结果是有这个 新冠确诊的居家照护完成之后结割 但是又合并有心肺衰竭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一位的话也是40多岁男性 有接种过一剂的疫苗 这一位则是在5月22号的时候 采检确诊 那也完成了这个居家照护的 部分 不过就是在6月4号的时候又因为发烧 呼吸 喘的关系 在读就医 那 在这个转院的途中不幸过世 死亡日期是6月5号 那这个是进行了行政相验的结果 判定是有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一位的 这两位的发病日事实上 应该是说都 距离死亡日比较 比较久 因为是距离9天 在完成了这个居家照护 解割之后 另外一位的话是距离这个 发病是14天 是在自主健康管理的那7天 快要完成之前 那这两位的死因都是透过 司法或行政相验来研判 那事实上 到底跟新冠的关联性的还有待 进一步的釐清 不过因为都有提及这个新冠肺炎的 这个诊断 所以我们都把它列在我们的这个死亡 个案当中 那 再来是医疗量能的部分 目前来讲 全国的空床率是在45% 各区当中目前还是南区的这个空床率 比较低 偏低一点是27% 那目前还有480多张的一个空床 整体目前的这个病床情形看起来 就是说 北部跟中部这个部分大概是比较有明显的 已经在过高峰 那中部这边大概持平已经有在下降的一个趋势 主要还是南部这边的这个 站床的情形 目前大概已经到了可能接近最高点的一个状况 预期可能在未来的一周 都会有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后续还需要再观察 那另外在口服药物的使用的部分来讲 每个礼拜二团都会有这个回补周末跟星期一的这个使用状况 所以都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数字 那今天的 莫娜皮拉维是用了这个两千多份 两千七百二十人份 那那个贝拉维的话是使用了九千八百八十亿人份 所以合计是一千两百 一万两千六百零一人份 这个大概每一个礼拜都是星期二 可以看到这个星期一的这个数字是有上升的一个情形 大概目前来讲我们的使用状况都是蛮稳定的 大概都在这个平常都会大概在八千到九千人份 这个左右在这边上下祈福 那周末的时候就会比较下降一点 目前来讲并没有看到说有开药特别 就是波动太多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特别也是在这边补充强调一下 就是说也是提醒民众跟医师 就是说最近有一个议题是说 这个口服的抗病毒药物跟那个我们现在民众 也很很常会去使用的这个清冠一号 因为本身可能有一些药物特性交互作用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是不建议说一起并用 所以说不管是医师开吏或者是民众在服用的时候 请不要将这两个药物一起来使用 以免说有产生药物的一个交互作用影响 本身的一个疗效跟健康的一个情形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社加署检署长说明一下 住宿型机构的状况 好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 那接下来是由我来报告住宿 服务机构的一些 目前通报的一些情况 那从今年1月1号到6月12号为止 确诊的工作人员数是7972人 这里面是包括所有的长照机构 护理之家 还有精神照护附件的机构 以及我们社福的儿童身 儿少生脏老人的这个社福 的住宿型机构 那确诊的住宿人数到今年1月1号到6月12号为止是 30420人 其中中重症送医的从4月1号开始送医的部分是 两千六百六十五人 那确诊个案送医以后死亡的人数 从4月1号到6月12号的累计数是616人 那6月1号到6月12号的一些新增死亡人数是 两百六十四人 另外也跟各位报告 在我们住宿室的服务机构里面 就是有关住宿室的长照机构 一般护理之家跟老人福利机构 因为这都是年龄 比较大的这些长辈 那他们的投药的情形 在6月6号到6月12号 确诊的这些住民在 机构里面集中照护安置的部分 那整体上面有五千三百六十四人 那其中已经开立抗病毒药物的一些情况 是四千六百二十九人 那所有的占比是占了 所有确诊人数的百分之 那新增的死亡个案是有123例 那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真的是疫情进入社区大流行 指挥中心的染疫也是不断的在扩大 礼拜天的时候阿中部长快筛阳 那透过这个视讯看诊也是就是确定确诊了 那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情况是 发言人庄仁祥还有这个王碧胜 以及社区防疫组的组长薛瑞源 三个人在今天也是快筛阳性 其中这个庄仁祥还有发冷的症状 大家都很关心 那除了指挥中心累计四个官员确诊之外 今天桃园市长郑文灿也是快筛阳性确诊 所以是六都当中继科市长曾经确诊过后 桃园市长郑文灿在今天也确诊 那其实现在的疫情让大家很担心的是说 这个Omicron 这个变异株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变变变 像是最新还有这个新亚型 BA4 BA5 这个传播力可能比原本的这个Omicron病毒 大概还要多了大概两到三成 传播力增加 那其实上个礼拜呢 我们台湾在这个机场的时候 拦截到五粒的变异株 好当然在机场拦截 民众不会那么担心 只是说明天明天开戏 我们的这个机场边境的管理措施 又要再放宽了 那当然大家会想说 这个到底 这样子呢 会不会有一些争议 像是入境检疫7加7 明天开始就要改成3加4了 我想请这个舒培议员 简短帮我们补充喔 因为柯市长又开骂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离谱的政策 那到底这个争议是在哪边 因为可能会有很多民众反应 为什么 3加4 后面那4天 我可以出去采买 我可以出门 但是不能回家 这个部分 民众是不是有一些搞不太清楚的地方 或是我们政策 应该来怎么调整 更加的辩民呢 舒培议员 刚开始居家检疫 就是居家 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的时候 变成3加4 从7天7加7变3加4的时候 大家也是一团乱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明天开始的路径检疫 会变3加4 来取代前面的7这件事情 刚开始上路 我相信搞不清楚的 一定还是很多 但所有的政策在刚上路的时候 不是都是这样吗 那你用一个所谓的很白插 然后来评评这个政策 我觉得身为一个首都市长 柯文哲真的很不及格 你应该要是说 这个政策上路 中央有想到哪一些东西 不够周全的 你身为一个首都市长的高度 你应该向指挥中心提出建议 而不是在面对议会咨询的时候 尤其你看 他每次在面对国民党咨询的时候 在批评民进党 批评党中央 批评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都总是批评的最大力 为什么 因为声量最高 能够得到的掌声最多 而且国民党的议员还会跟他一起说 对啊对啊就是这么笨蛋这样子 可是对防疫到底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只有柯文哲得到掌声 只有咨询他的议员得到掌声 然后呢 我们难道不是要慢慢的走向跟病毒共存吗 那在面对新的政策 用这样恶劣的批评方式 对事情根本毫无帮助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密切接触者 那时候从7加7变三加市的时候 大家会很担心啊说我们的疫情会越来越高的 可是共存之后 虽然有一些重症的状况 尤其小朋友的部分 我们其实应该要加强对小孩的这个确诊的照顾 除此之外 其实罗一军 罗部每天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确诊 的状况 轻症跟无症状都是99点多 在这样子整个感染的状况底下 我们如果还要比照上海 比照中国用清零的方式 根本就不可行 台湾就是要跟世界接轨了 所以我觉得 新的政策上路 我希望柯文哲不要再跟国民党 一搭一唱 好好的 对我们的疫情 我们的政策 我们未来台湾要开国门的时候 能够提出更积极的建议 明天开始这个入境检疫 三加四新的政策 就要上路了 那今天指挥中心 又说 其实呢 这个政策是可以有一点弹性的 后面四天 大家可以申请回家检疫 不过前提一定要符合 一人一户这样子的原则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看 柯市长昨天也点评了好多人 包括说这个 陈时中EQ真的不错 另外他说 蒋万安有什么优点呢 好像就是长得帅而已 蒋万安被这样讲 今天非常的不服气 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